近日,梁朝伟被曝一次在日本产下私生子, 而妻子刘嘉玲则远赴日本开始了一场旅程, 被猜测是前往捉奸。 这一消息历发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议, 大家纷纷猜测着这对娱乐圈当中的金童玉女夫妻的婚姻现状。 梁朝伟和刘嘉玲是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夫妻, 她们自从结婚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娱乐圈的榜样夫妻。 深受粉丝的喜爱和祝福, 然而这次事件却给他们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 据传闻,梁朝伟在日本生下了一名私生子, 这一说法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猜测。 虽然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证明梁朝伟真的有私生子, 但是这一传闻已经在娱乐圈内外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么久以来,梁朝伟独自居住在日本, 她喜欢滑雪,喜欢看美丽的风景, 即使与妻子长期分居也是毫不在意, 还是像以前一样喜欢独处,不喜欢被打扰。 然而突如其来的婚外情和私生子的传闻 却打破了她一直以来低调安静的生活。 媒体爆料称, 虽然梁朝伟和原配至今还未孕育子女, 但是梁朝伟在外却有一个半大的孩子。 这个消息简直是令人震惊, 而刘嘉玲远赴日本被猜测是为了揭开这段婚姻当中的秘密, 这一行动让人们更加怀疑梁朝伟是否是真的出轨。 然而,也有人认为刘嘉玲此举只是为了支持丈夫, 并没有其他意图。 无论真相如何, 这次事件无疑是给这对夫妻的婚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质疑。 娱乐圈中的绯闻和传闻并不罕见, 一些明星夫妻也曾面临类似的风波。 然而,梁朝伟和刘嘉玲一直以来都给人们留下了亲密和谐的印象, 这次事件的发生让人们不禁感到意外和震惊。 对于这次婚姻风波, 我们无法预测梁朝伟和刘嘉玲的下一步走向。 无论事实如何,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以平和的心态面对这一切, 并找到婚姻中的解决犯法。 毕竟, 婚姻是需要双方共同维系的, 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够真正了解彼此的内心。 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 我们希望梁朝伟和刘嘉玲能够以这次事件为契机, 更加珍惜彼此, 共同走入人生的风风雨雨。 不论外界的传言如何, 只要他们心中保持对彼此的真爱和信任, 相信他们的婚姻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让我们共同期待着, 梁朝伟和刘嘉玲能够化解这次婚姻危机, 重新走向幸福的未来。 两个人经历了多年的恋爱和分手以后, 在2008年在不丹举行了低调而隆重的婚礼。 两个人结婚以后, 并没有生育孩子, 但是却一直保持着非常稳定和甜蜜的感情。 他们经常互相支持和陪伴对方, 在工作和生活中都表现出了高度的默契和信任。 他们也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照片和日常, 并向公众展示他们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 他们被公认为是香港娱乐圈里最佳配偶、 最佳搭档、最佳情侣、最佳夫妻等等。 因此,我认为梁朝伟和刘嘉玲之间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感情危机或裂痕, 他们仍然是一对恩爱夫妻。 梁朝伟这次去日本主要是为了支持和祝贺山本耀司的最新作品, 也是为了和老友团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日本定居, 更不意味着他在日本有了另一段感情, 活生了孩子。 事实上,梁朝伟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忠诚, 和专一的人, 他从不与其他女性有任何暧昧或不正当的关系。 他对刘嘉玲的爱情也是一直坚定不移的, 因此,我认为梁朝伟并没有在日本定居或生子, 这只是一些无聊和恶意的谣言。 最后,我们来看看刘嘉玲是否真的是得知, 梁朝伟在日本生子的消息以后诺不可遏, 连夜捉奸,并说出谁也别想过门的话。 和刘嘉玲在一起多年, 梁朝伟一直都是一副深情好老公的样子。 但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这只是影帝的表面功夫罢了。 之前他就自曝和刘嘉玲生活了这么多年, 但是却最爱的却是另外一个女人。 最近,有媒体突然爆出。 有一个影帝级别的人物, 曾经和别的女人有过一个孩子, 但是,因为影帝的老婆比较泼辣果断, 早在事情没有暴露之前就将孩子送出去了国外。 随后,该爆料者还称, 这对影帝夫妻来自于港圈。 经过这一通爆料, 吃瓜群众几乎第一时间就把目光锁定在了梁朝伟身上。 一直以来,梁朝伟和刘嘉玲的夫妻关系就一直是很让人怀疑。 作为影帝,梁朝伟一双多情眼, 不知迷倒了多少女明星。 比如曾华倩、张曼玉、董洁、汤伟等等, 都曾和梁朝伟传过恋情和绯闻。 而当初刘嘉玲能够拿下影帝, 还是因为曾华倩和梁朝伟赌气分手, 这才成功上位。 因此,梁朝伟心里到底有没有刘嘉玲 还真不好说。 更何况, 梁朝伟和梁朝伟在一起的时候, 梁朝伟几乎从来没有顾忌过梁朝伟的面子。 出席某颁奖典礼, 甚至出现了一手牵着刘嘉玲, 一手握着张曼玉的史诗集画面, 实在是让人不得不感叹, 跪拳争争。 除此之外, 梁朝伟和董洁的故事同样十分精彩。 当年梁朝伟吃巨资, 买了一个手镯, 画面被拍到以后, 不少人恭喜刘嘉玲好福气, 影帝给他买这么贵的手镯。 没想到晚上, 这个镯子竟然出现在了董洁的手腕上。 面对周围的美女们, 梁朝伟从不拒绝, 因而现在有人爆出他有私生子, 倒也是合情合理。 而且这么多年来, 梁朝伟和刘嘉玲都没有生孩子。 难道他挣了这么多, 就没想过生个儿子继承财产吗? 也有可能是担心自己地位不保, 虽然生不出孩子, 刘嘉玲的干儿子却遍地走。 比如, 胡君的儿子康康就是其中一个, 只不过梁朝伟没有承认过罢了。 如今, 梁朝伟定居国外, 和刘嘉玲也是分居已久。 在最新的纪录片中, 梁朝伟还说过, 自己最爱的还是刘嘉玲。 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 狗仔爆料的是刘嘉玲梁朝伟, 但是也有人认为, 梁朝伟不会做这样的事。 因为这对夫妻不要孩子, 是梁朝伟自己出来的。 而刘嘉玲, 而梁朝伟对刘嘉玲的宠案 一直以来大家都有目共睹。 虽然梁朝伟本人是个社恐, 但是对刘嘉玲那是一等一的好。 曾经为了刘嘉玲, 梁朝伟都打算放弃演艺事业了。 而在日常生活中, 刘嘉玲就像梁朝伟的小太阳, 将他从各种各样的剧本角色中唤醒过来。 曾经梁朝伟还说, 因为有嘉玲在, 我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 一直以来, 梁朝伟都是一个奇怪的人, 他很喜欢滑雪, 所以才会经常去日本滑雪。 久而久之, 就干脆定居日本了。 如今, 他和刘嘉玲分居两地, 老夫老妻的倒也得不用担心什么, 各玩各的就好。 看到这里, 相信很多人对于狗仔的爆料已经有了想法。 你认为狗仔说的这个港圈影帝 到底是不是梁朝伟呢? 综上所述, 这则消息是完全不真实的, 是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的创作者 为了吸引眼球和流量, 而编造成夸大的内容。 梁朝伟和刘嘉玲之间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感情危机或裂痕, 他们仍然是一对恩爱夫妻。 梁朝伟并没有在日本定居或生子, 他只是去那里参加了他的好友 山本要司的时装秀, 并与老友团聚。 刘嘉玲并没有因为梁朝伟在日本生子 而怒不可遏, 连夜捉奸, 他只是在内地忙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并与家人和好友享受着自己的美好时光。 这些都是事实, 也是真相。